俄乌战争逾7个月 乌克兰军队继上周末收复乌东重镇利曼后 再收复乌东及乌南共3处存落 对俄军带来新困境 俄军占领乌克兰领土面积比战争初期还少 美防长表示战场动态已发生变化 路透社10月3日报道 俄罗斯在局部占领的赫尔松州任命的首长萨尔多 对俄罗斯国营电视台证实 乌克兰军队已收复涅博河沿岸数个村落 一路挺进到杜德恰尼村附近 换句话说 乌军在一天内向前推进多达40公里左右 这是俄乌战争2月24日爆发以来 乌克兰在南部战线的最大突破 不久前乌军在东部战线也有类似重大突破 使得近几周战情出现逆转 针对赫尔松州传出的捷报 基辅直到现在仍几乎只字未提 只有乌克兰内政部顾问 格拉申科公开一张乌克兰士兵与一个披上国旗的 金色天使雕像合照 是少数显然证实 这场进攻战绩的曝光画面 格拉申科表示 拍照地点是米海利夫卡村 这代表乌军向前推进约20公里 俄罗斯在乌克兰南部涅博河西岸部署重兵 可能多达25000人 以阻止乌克兰8月宣布 将在当地发动的反攻 基辅长久以来表示 他在乌克兰南部战场的目标 是切断俄罗斯胜于跨越涅博河的补给线 让俄军困在驻扎的一岸 乌军已摧毁数座主要桥梁 迫使俄军的用临时变桥 乌克兰若在涅博河沿岸有重大进展 可能使这些变桥成为火炮攻击目标 据基辅独立报报道 乌军已将俄军完全逐出乌东顿内茨克州重镇利曼 并持续向前推进 乌克兰武装部队东部战区发言人切雷瓦蒂指出 乌军已在10月2日收复利曼东方约15公里的一处托尔斯克村 俄军目前已撤退到托尔斯克村 已东20公里处 也就是卢干斯克州的克尔米纳镇 俄军试图在该镇建立防线 利曼在10月1日由乌军收复 古武乌克兰士起总统泽连斯基2日表示 该城镇内已经完全没有俄军 他也自信誓言日后会收复更多领土 切雷瓦蒂指出 当时在利曼被乌军包围的俄罗斯士兵 有些被杀或被俘 也有一批士兵逃跑 乌军将持续在利曼附近的森林区域 抓捕俄军士兵 利曼过去曾是 俄军在顿内茨克北部地区 用来将物资向西 向南供应的交通枢纽 乌军收复利曼可说是自上个月 在东北地区哈尔科夫 进行反攻以来的最大成果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一日表示 乌军收复利曼 是一次鼓舞人心的胜利 这将为俄军带来新困境 泽连斯基2日还提到 光复利曼成为媒体上最热门话题 感谢各支乌军部队 但乌军的成功不仅止于利曼 来自他家乡的部队克里维里和第129旅 收复了赫尔松州 阿尔汉格利西克 米罗刘比夫卡两处聚落 他说 我感谢所有人 从将军到普通士兵 从专业士兵 情报和特种部队到志愿者 以及所有帮助保卫我们国家的人 俄罗斯在利曼惨败 车臣那个网红总统卡德罗夫 又出来博眼球了 法新社报道 卡德罗夫在Telegram发布视频 显示他的几个儿子 在射击场发射火箭筒 并写道 现在是他们在真实战斗中 证明自己的时候了 我对于这种渴望只能表示欢迎 此外 卡德罗夫也写道 他们很快就会到 乌克兰前线 而且将会前往 接触现最艰难的地段 他还说 自己的三名儿子阿赫玛特 16岁 艾里 15岁 及亚当 14岁 几乎从他们最年幼的时候 就开始进行战斗训练至今 他并坚称自己不是开玩笑 上述视频显示 他的三名儿子身穿迷彩服 戴上墨镜 坐在坦克车上 腰间系着枪支 使用火箭筒和机关枪 这些青少年在射击时偶尔微笑 或比出竖起大拇指的手势 卡德罗夫曾是军阀 目前领导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车臣共和国 关于普京对乌克兰的进攻 卡德罗夫一直是最直言挺俄的支持者之一 这位车臣领导人 还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动用低当量核武 而俄罗斯8月底 已在芬兰边境部署核武轰炸机 对于核战威胁加剧 传美国总统拜登考虑斩首普京 俄驻美大使馆抨击 此说是妄想 而普京若动用核武 北约警告俄罗斯将先遭殃 美前情报局长则说 美国将摧毁俄军在乌克兰的所有部队 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21日曾扬言 准备动用一切手段捍卫俄罗斯的领土完整 并非虚张声势 他于30日强调 上述宣誓也适用于当天并入俄罗斯的 乌克兰四周领土 此外 耶路撒冷邮报9月30日报道 以色列情报公司通过卫星影像发现 俄军位于芬兰边境的奥莱尼亚空军基地 8月12日时没有任何轰炸机 8月21日出现4架图160战略轰炸机 9月25日再新增3架图95战略轰炸机 报道指出 奥莱尼亚空军基地位于摩尔曼斯克附近的 可能做出另一个不负责任的决策 但我目前没看到 让我相信他已做出这类使用核武器的决定的任何迹象 美国新闻周刊9月30日独家引述 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披露 华盛顿考虑了在普京使用核武器情况下 对其进行核回应和非核回应的不同选项 但倾向于使用非核手段 包括移动前舰和B-52轰炸机等等 但其中斩首普京的设想最为激进 据该消息人士表示 俄罗斯若先动用核武 拜登更倾向使用非核武选项 但军方有不同意见 不过也没人提倡动用核武先发制人 官员们强调 为下足普京使用核武 美国有必要放话以其人之道 环置其人之身 而且言行合一 不因恐惧而束手 报道称 拜登若采非核武手段 对付用上核武的俄罗斯 可能指导克里姆林宫核心 发动斩首行动 除掉普京 俄罗斯驻美大使馆迅速回应了这项消息 赤其为妄想鲁莽的言辞 俄大使馆还表示 他们愿意相信 这种妄议并不能反映美国军方的官方立场 军事专家石考拉斯指出 并非所有核打击都会造成巨灾 美俄军方均推演过使用核弹在高空引爆 产生电磁脉冲 让电力网全部崩溃 EMP攻击杀伤人命会很少 但他也承认 对EMP的研究 还不足以判定攻击的全部影响 即在下组战略扮演的角色 EMP也非美俄为一可用选项 核武越造越小 例如美军新式的低当量三叉戟核弹头 已部署在前舰发射的弹道导弹上 不少战略专家认为可以动用 进行有限的回应战 又不致挑起全面核战争 一位退休的高级海军军官8月告诉新闻周刊 弹道导弹潜艇 24小时全天后处于警戒状态 随时准备发动攻击 当然 SSBM配备三叉戟 AI型导弹的弹道导弹潜艇 也照常驻扎 可以动用 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 2日警告普京不要轻举妄动 只要俄罗斯准备核打击 美国就会发现 从而先发制人 将给俄罗斯造成严重后果 报道说 北约秘书长此言有双重意思 1 西方没有轻看普京连日来发出的核武威胁 2 俄罗斯将承受动用核武后果也绝非空话 军事专家目前仍在淡化风险 白宫表示目前没有看到任何显示 俄罗斯攻击计划的活动 西方情报部门则昼夜密切监视中 报道说 如果这一威胁成形 专家们认为 莫斯科会使用比战略核武器当量小的战术核武器 可能有短程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发射 对此 日内瓦联合国财军研究所研究员帕维尔·波德维格认为 这样俄方发动袭击的准备工作将显而易见 波德维格说 核武器需要一定的结构训练有素的军人核维护 你不可能在一个随机的地方做到这一点 他认为 隐藏核设施的可能性非常小 从技术上讲 你可能可以从一个储存地点偷运几枚炸弹 而不被发现 但这样做风险很高 尤其是会引起西方先发制人的打击 他警告说 而且 俄罗斯人将永远无法确定这样做不会被发现 这将是一场赌博 该研究所2017年公布的报告列出在全俄罗斯 共有47座核武器储存库 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间谍卫星以及军情人员 对其中发生变化的微小细节都不放过 波德维格认为 俄罗斯已将其战略核弹或远程核弹头部署在地面 导弹 轰炸机和潜艇上 但其非战略或战术核武器多达2000科并没有安装在导弹上 另外一些专家认为 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看 对乌克兰使用战术核武器并不能改变游戏规则 法国国防和航空顾问泽维尔蒂特尔曼说 相比战略核武器 战术核武器射程更短 一枚战术核导弹会摧毁方圆几公里内的一切 但这种力量对军队没有用处 因为部队是分散的 美国退役四星上将 前中央情报局 SIA 局长培卓斯 2日接受外媒访问表示 尽管他未曾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讨论俄罗斯使用核武议题 假使一旦发生的话 他认为美国将会率领盟友摧毁俄军 在乌克兰的所有部队 同时击沉俄罗斯与黑海的舰队 培卓斯坦言 核武所产生的辐射会扩散与影响北约成员国 这太可怕了 必须做出回应 不得置之不理 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则认为 俄军现在只剩下一群疲惫不堪的士兵 与仓促动员的预备已人员 现在俄军混乱的组合情况下 根本无法在核战场上发挥作用 ISW进一步指出 加使俄军在前线动用战略核武 将导致俄军在该地区无法通行 俄军也无法向乌克兰推进 此外 数名专家与分析人士直言 俄罗斯不太可能使用核武 因为这些威胁将造成混乱与不确定性 美国防长奥斯汀 大赞乌军作战成果之余 还表示如今俄乌战场动态已发生变化 俄乌敖战已七个多月 在乌军一个月来不断反攻下 俄罗斯目前所占领乌克兰领土面积 比战争初期还要少 CNN报道 俄军当初分别从北、南、东三处战线推进 在俄乌战争爆发后五天内 一级2月28日前后 俄罗斯和亲俄民兵部队 总计占领乌克兰11万9 000平方公里将近五分之一的领土 包括先前已被并吞的 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 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资料显示 在俄军入侵将近一个月的3月22日 俄罗斯占领了乌克兰27领土 这是双方开打以来的最高数字 但到了4月8日 俄罗斯声称要将重点放在乌东 因此决定从北部前线撤退 短短几天内放弃了 开打后所占领的40%土地 接下来从5月初至8月底 俄罗斯每个月 仅能取得乌克兰200之一 400平方公里的领土 9月初 乌克兰军队从东北部展开闪电反攻 收复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 所占领的土地 9月11日 乌军在一天内创下夺回4 000平方公里的硕大战果 截至9月最后一周 俄罗斯控制了乌克兰11万6 000平方公里土地 包括克里米亚 比战争初期还少了3 000平方公里 为了确保占领区 俄罗斯近日 在乌克兰境内的顿内茨克 卢干斯克 扎波罗热和赫尔松等四周 举行虚假公投 将四地纳入俄罗斯版图 遭国际强烈谴责 事实上 顿内茨克 和扎波罗热大部分地区 仍在乌军掌握中 乌克兰反攻持续告捷 引起国际热议 CNN节目 《扎卡利亚GPS2》 播出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专访 它赞扬乌克兰武装部队 正确地运用 美国提供的武器和技术 例如使用M142海马斯高机动 多管火箭发射系统 针对俄军的后勤仓库 和指挥控制中心等地区进行攻击 并在战场上取得具体进展 目前战场动态已发生某种变化 奥斯汀指出 俄乌战场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其实难以预测 但美国人会在必要时 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安全协助 且乌克兰的反击能力 主动性以及捍卫民主的承诺 一震撼全世界 这样的战斗意愿已凝聚国际社会 乌克兰反攻近几周明显告解 乌军强调需要更多 更强大武器装备 以击退俄罗斯的侵略 路透社报道 德国国防部2日表示 德国 丹麦和挪威将耗资9 200万欧元 为乌克兰购买16门阻扎那二流弹炮 预计明年开始交付 该款斯洛伐克制榴弹炮 射程40公里 每分钟可发射6枚炮弹 来自西方各国的军事援助 不断涌入乌克兰 特别是以美国军援为最大宗 纽约时报报道 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卡沃里 提出一份关于远无指挥部的提案 将让援助乌克兰变得更有效率 白宫与国防部对此抱持正面态度 可能会在未来几周内做出决定 据了解 新指挥部将由卡沃里负责 将负责执行由40国组成的 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所做出的决定 人员编制约会有300人左右 指挥部位置将位于德国威斯巴登 此处同时也是驻欧美国陆军的总部 先前乌克兰士兵大部分的美制军械训练课程 都在威斯巴登进行 此外 俄罗斯军队长期处在物资 医疗 弹药不足的处境 某推特账号推文表示 原本要送去乌克兰前线 给俄军的150万件冬季保暖制服 不知去向 但俄罗斯官方却对此声称只是放错地方 将会找出来 在俄乌战场这个月 就要进入寒冷的冬季了 俄罗斯杜马副主席安德烈古鲁列夫表示 他发现在俄军仓库里 丢失了150万件储藏东装 但是 因为俄军动员兵要自己购买装备 导致俄罗斯各个军品商店价格暴涨 商品紧张 一个动员兵要自己购买防弹衣 军靴 短款 保暖内衣 急救包 手套护袭和袜子等等装备 这真是 东市买骏马 西市买安肩 南市买配头 北市买长边了 有消息称 现在俄罗斯军事商店的军装等相关军事物品售价已经暴涨29%到140% 因此有人怀疑仓库管理员卖给军事商店 商店再卖给动员兵 实现了双赢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 这150万套制服从来就没有入库 因为 做账的人根本就没有想到会爆发俄乌战争 没有想到打到冬季还没完事 没有想到冬季突然各种动员数十万人参战 所以一部分冬装没有入库 那么钱去哪里了 俄乌战争打到现在 俄军决策层就是 进攻中的冒险主义 防守中的保守主义 撤退中的逃跑主义 在2月发动战争的时候 轻敌冒进 十多万军队兵分几路 想要两个星期就打一场大规模灭国之战 而且 还千里奔袭要一举夺取基辅 结果偷击失败 这个时候 俄军又开始进入到极端保守状态 在少依谷大帅和微笑男孩 格拉西莫夫大将的指挥下几个月以来 俄军主力就知道 在正面暗无天日的一寸一寸的 硬肯巴赫木特 马林卡等乌军正面阵地 到了需要决战的时候 又不敢总动员 来了一个部分动员 对于需要坚守的阵地 又下不了决心 撤退的时候 就是扔掉所有重武器 一六烟的疯狂逃跑 在俄军当中 俄军有陆军 海军步兵和散兵系统 俄罗斯陆军有禁卫军系统 普通部队系统 然后还有不归俄罗斯国防部指挥的 各种乌冬民兵 瓦格纳雇佣军 车臣武装和国民禁卫军 以及来自俄罗斯联邦各地的地方司兵 俄军战区司令拉平上将 甚至根本无法指挥这些部队 就是架电话线都呼叫不到 这些部队编制 战术 训练都完全不同 拉平上将根本无法协同和指挥这么多单位 各式各样的武装力量 现在俄罗斯面临着反战的心理 抗拒的人民 低迷的士气 落后的武器 以及匮乏的弹药 因此 才会不断反复地提核武器 想要迫使欧洲绥靖 实际上 现在对俄罗斯最终获胜的希望 都已经放在了欧洲的冬天 缺乏装备的动员兵和核武器上 俄军高层贪腐的消息时常被传出 英国国防部在9月4日的战报中指出 俄罗斯士兵除了对战斗的疲劳 与死伤惨重不满外 对薪资报酬的不满更是主要问题 在乌克兰的俄军 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与代言 军方高层的贪腐问题 也让原本低迷的士气雪上加霜 诸多迹象显示 这场战争离结术已经不远了